欢迎大家收看MewsTV 今天我带了一位朋友上来 他就是我在社交媒体上新认识的一位朋友 哈喽大家好 今集MewsTV转channel 就算地产经纪人的讲野方式 我们今集会讲普通话 今天这条影片非常特别 我们频道第一条看房子的 嗯? 的一个影片 我非常很轻 因为我是在网络上看到你po的影片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房子 我才有今天这个影片出来 我们会看两个房子 第一个房子非常不简单 这就是我传给你说我喜欢的 大家知道他要多少钱吗这一家 业主要加大概一亿港币 一亿港币 好夸张 那我今天看的这个房子有什么特别 哇这个房子厉害啊 设计感非常的强 不仅是你 不是我看过的房子里面 装饰装修非常漂亮的 这个地段非常靠近中环 所以很多就是像你那么fashion的人 或者是比方说外国人他们都很喜欢这个局 而且这里楼层非常高 关键是这里有auto area 重点是什么 这里是上环跟中环很近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地段有这样的房子 我看Netflix啊 下山的Sunset 哇 are you ready for this light that fuse BOOM 那个路线的 对 你看完这个房子你就知道啊 对对对 你看这个景 这个无底的海景耶 怎么可能 我们是看住宅耶 巷子耶 大家看这个 不要就是看完这个影片就买掉哦 我要时间去考虑一下 好啦 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 OK 好 Let's go 欢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无底 apartment 现在这个叫做 富士 三层楼的 加上天台就三层 加上天台 进来看一下 你可以介绍一下吗 这是落地大玻璃窗 想想看你的朋友来到你家 一开门看到这个落地玻璃的窗户 简直就这边过夜了好不好 大沙发 而且每一个角落都很有大卡的feel 今天已经算是天气没有很好 如果天气好的话 真的是无底的 这个风景 天气好的话 其实九龙那边的山脉都能看得清楚 全都是用Tom Dickson那些灯啊 下面那一些就是全屋智能家居 因为这个房子其实它有一点点年纪啦 但是它全部装修了一遍 1700多尺 分到上下 非常用 这些全都是它住了一些灰辣的柜子 买这个房子可以直接住在这边 不用再装潢 我们其实是看房子 但我觉得装潢也可以讲一下 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看到电视的人 你如果要看电视的话才打开这个东西 然后它这个是有一个盖子 它是电动可以这样就关上 不看电视你就可以听着这个火 对对对对 不只是看房子同时间也看一下设计 业主是做什么工作 反正我觉得它审美还蛮在线的 然后就是饭厅的部分 一般朋友来 每个朋友都能看到这个情况 对很在线 然后我很喜欢这个开放式厨房 Open Kitchen 但是如果是Open Kitchen 主中式的人就是比较担心油烟 油烟的问题 油烟的问题 住进来要加个抽油烟机 它其实是从这里抽下去的 对它做得很好 我没有见过 它就不破坏这里面所有的那一些墙生 对 这个很特别 我第一次看的 对 我们在看这个主人房跟那个天台之前 我想问你 通常有没有什么一些 特别的技巧要注意的事情呢 其实房子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它的这一个size 功能去慢慢处理 因为有很多房子 它不一定可以像这个房子一样打得那么通透 有很多主力墙 看到现在这个房子 为什么改变那么通通呢 因为它已经是最顶楼了 所以它没有什么主力墙 楼下的有可能 主力墙会多一点 对 你就改造空间没那么大 OK 哇 好特别哦 另外的话 像这样子的户信 反正就算下两层 但有的人呢 他会选择两层一起买再再打通 也是一个方案 但这样子那个税 是不是要买两个房子 现在不用了 200套都是同样的一个税费 2月份开始之后 我不知道耶 真的 开始有点动心了 那这样的地气是怎么样算 这里是999年了 所以你就可以只用叫猜想 不用叫地主 你就每个月省了一大笔钱 哦 了解了解 刚刚说到就是 如果你是把两层买下来打通呢 这种就要找鱼区批准 但是现在这个房子 它开发商卖的时候 就已经是这种不行了 那就不用搞很多习惯的东西 那就比较方便 对 比如说买一个富士的房子 有没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事情 我觉得反而是 如果你买一些带天台的不行 可能要注意做好防水 天台是很爽啊 但是会花风下雨 你有可能会自己做一个泳池 所以防水就显得很重要 你很多时候你不会打风的时候 看房子 那你怎么可以确定 那个防水的问题 其实也没有办法 但是有的人真的会 特意挑打风的时候去看 就是看好那个房子 天气不好的时候 再来二手的买卖 我们所谓的现状交付 就是你现在看到什么样子 买回来就是这样子 对 业主不会说负责 对 一手不一样 开发商他可能会有三年的保养 未来两三年有什么问题 你都可以知道 哦 有这样子的 有的 哦 所以一二手买房有点不一样 那我想问我们现在在这个房子 它是多少年的 18年 年龄成大一点的房子 跟新的房子 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大家 旧的房子 我性价比会高一点 但是你要留意 它日后维护的费用 香港的房子 比方说每30年 会强制做一个大厦整体的一个维护 你就要掏一笔钱出来 比方外墙的翻新啊 所以假设你买一个25年的房子 你就要留意你未来5年 就可能有一笔这样整个 那通常是多少钱 很难说 可能每一户摊下来 可能有十来万有可能 豪宅可能摊下来 三十万都有可能的 你看香港的房子 二三十年就感觉很新 keep得好 对于你的reset value 也会有提升 学到的东西 厨房旁边 红酒柜 头群啊 我感觉的 而且是透明的 看到你的正常的东西 看到你的正常的酒是什么 对 然后这些也都是置物的柜子 这边还有个客人用洗手间 很喜欢很喜欢 这个楼梯 我们先去楼下 楼下就是卧室 楼上就是天台 哇 这个位置就是你从楼梯 像公主一样下来了之后 有一个这样子化妆的区域 天厅的部分 每天get ready 在这边好开心 大家欣赏的警官 对啊 主人房 来 Oh my god 这是哪一家最厉害的饭店 你天天在家里面就能享受到 好棒哦 惊喜中的惊喜 哇 哇 哇 好厉害哦 这个哇好美哦 这个灯很漂亮 晴空灯 哇 我在这边很美 你知道这个灯像Apple Store 全世界的Apple Store 那个灯是很漂亮 全是欧洲名牌的玉居 那个银玉的空间 内置的音响 骰骰滚 这有两个 这很棒 空间感很好 柜子 然后里面还有坐车的空间 看一下那个房间 哇 还没玩 这很漂亮 对我来说 哇 好棒 我可以想象我每一天 get ready玩 然后在这边就拍个照 这样 够不够放你的衣服 其实是不够的 哈哈哈 但真的很美 把最漂亮的放在这里 对啊 规矩手势就放在这个地方 好酷哦 好爱哦 继续继续继继续 这里还有衣柜啊 旁边那个 可以给你的尊贵的朋友 谁要来我家玩 住我这边 这个 这个其实有点特别的 是因为它打扎的外墙 做了一个这样子的设计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你也没办法 哈哈哈 然后这边有一个窗台 好幸福哦 你看它夜主 它用那些灯都是A字头 很贵的灯 是吗 就一盏灯 可能就是五六千块钱 我们去这个天台看 好开心哦 感觉 哇我们上去这个天台哦 天台看一下 哇 Oh my god Oh my god 哇好癫啊 这个是什么 游泳池吗 Jakushi 好癫哦 去开party 对马上下一个生日 就可以把全部人都叫过来 吃可以BBQ BBQ 对啊什么的 就有一个sink 准备BBQ的食物啊 而且也不会吵到别人 因为你已经比所有人都高了 搞不好DJ台都可以啊 不得啦嘛 吵到别人不行 我是个很好的邻居 这个房子有几个 我觉得打动你的电脑 第一就是它装出很漂亮 对 不要它主人房 对我这些 Walking closet 进来完全不用装房 很好看 这个房子多少钱 Yayay港币 好贵哦 你可以的 好贵 加油 哇天呐 我给你打气 哇我要好好加油 还是我先回去公司工作一下 你现在是不是还会带我去另外一个房子 对 好啊那你现在有带我去看下一个 下一个 嗯 哇 现在厉害了 我们来到 吴福林的摩星陵道 我其实看过 附近的房子 但是这家 刚刚看了一下 以后真的要找你 我不要懂你的特色 真的 非常酷 这家1800多尺 无敌的几个 一个很特别的设计 感觉不在香港 完全像泰国的一个 屋子的感觉 一起开箱这个房子 Let's go 看一下这个房子 欢迎召唤你们的家 我的有可能未来的家吗 好你来介绍一下 这个房子也是一个市面上 非常罕见的特色的固形 有电台 我一进来 客厅超高 那个采光很好 它是四面都有采光 刚刚听说本来是只有这边 那餐厅这么高 所以他们是拿了 欧宇区的那个圣盒 改高了 所以那个采光是四面都有 我自己选房子的时候 对我来说采光最重要 我常常在家里拍视频 我其实是很喜欢 隔壁给它塞铁 因为我知道中国人的风水 不太喜欢塞铁 会吓我不要塞 通常的朋友都会说 蛤你喜欢塞铁 就是那个Golden Hour很漂亮 啊 我们现在其实这边超蓝多一点 超蓝 西蓝 西蓝 这样的采光的话 就什么时候的光都很漂亮 对啊 而且你自己种的植物里 坐在客厅里都能抬头看得到 如果是我的话 一定会上面放一些 会掉下来的植物 你看这一个海景 哇 这个更夸张啊 对啊 这是无敌耶 这边看得到那个Pu Sawa Pu Sawa 之前 Ajola Baby 古天的郑志伟 他们都住在那张家辉 什么都在那一边嘛 之前 之前全都是非常有名的 人才会住在这一个地段 很低密度 不简单 但是它的价格很宜人 这里是刚刚那个房子的一半不到 五千万 一半还有早 四千五 嗯 房子它会稍微旧一点 这个房子 我合理加起来跟 我说说 这里五十年了 很新是不是 对啊很新 因为业主也是花了很多的心事和金钱 把这个东西全部翻新 这个价钱是包车位的吗 可以跟大家谈 这个是个楼梯 我带我上去看 它的空间也用得非常的好 它现在也是用来放修 对啊 里面还给了空调 就为了让自己很稳 哇 空调是只是给这个空间 对啊 而且我看得出来 感觉这个家的屋主 你看就知道是外国人的风格 你看 这里还有前后的通风窗 不是很热的时候 不开空调 这个风会这样暑 哦 这边是一梯几户 这里有一梯两户 一梯两户 对 其实这里相当于一个书房 其实这个书房 它可以把它打通 哦 使得这个空间再大一点 客厅就更大了 它就更喜欢我们没进来 小孩子的房间 好多房子 好多房间 因为业主本身 他小孩比较多 他孩子的房间也弄得很温馨 当然他把很多东西都拉走了 那边是看海 然后这边是看山 背上面 树林四季的颜色都会略有不同 很舒服啊 很像一幅画一样 很会讲 对 这里面还有一个洗手间 两个可以通的洗手间 两个都能用 旁边对面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客房 床可以做它一点 所以它是三房一厅 没错 原本的内奥是四个房间的 改了一下 然后主人房会看到非常大 好 这里也是个顶外窗 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把这一个窗再改一点点 尽量可以做到落地的感觉 比如说改窗 是不是需要跟那个 也需要 因为这不涉及到 这一个房子的结构的问题 申请一下 一般都可以 申请是不是要给钱的通常 需要一些费用 流程需要多久 这一个我就不太清楚 大概 多则可能都要半年的时间 哦 那半年OK啊 对哦 对面这个地方 这个是主人房的空间 哇 哇 好棒啊 一般是去 度假 超有村包的房 这个窗也是能改的 对也是可以 可以改 但是它没有改 对 看你自己喜欢 其实老房子 它的灵活性也蛮大的 除了海 还是海 喜欢海景的人 就不要错过这一个房子 好夸张哦 然后我们看一下 walk-in closet 对华说也很重要的 哇 这个有个好处 就是每一次去厕所的时候 都要经过 衣橱 就可以看到 哇 心情愉快的衣服 so cool 鞋子 衣服 你应该是没有看过 Saxxon City 加过 这是Carrie Brush 我最爱的玻璃 放鞋子 可以把最喜欢 心情会好的鞋子都放在这里 鞋子会非常好 你好不好奇这个 我来看看 oh my god 哇 这个 太棒了 哇 它可以做耶 很有态度的洗澡 然后浴缸 两个洗手盆 然后你说你不喜欢 看到电视的感觉 每次一看是这样子拉出来 拉出来 然后隔上有两个板了 就这样子 我们现在要带大家去看最夸张的部分 对 我们去看看最方便的部分 厨房其实就是一个open kitchen 里面有一个helper的房间 很大 看到它的主食炉 这是餐厅设备吧 煮一个三十人的晚餐 工大个网 很多可以放在这个 发生夸张 会怕网而已 里面就果然放在空间 哇 还有helper的厕所 是有一些很明亮的感觉 对 跟着我们上来 让我们头戏看一下 哇 来来来来来 我朋友来我会忍不住现在 我很好奇你的家 你自己的家是很讲秀 那你下次去我家看一下 好啊 Home Tour一下 如果你看 小朋友在楼下玩 爸爸在上面工作 然后就可以看小朋友 你们在玩怎么样 So sweet 天哪好美哦 这是香港吗 有餐桌 封起来啦 按摩池啦 有一个堂椅 可以晒太阳也可以 是很漂亮这个房子 下面还有香港有的campus 运动场啊 这是像南边 西南边 哇好低呢 好窄 他连出水的地方都给你弄了一个 从这个水货内窝 如果你喜欢这个房子 你买下来 也是一个可以拎包入住的房子 所以这些房子就很含有 这里还有个秘密空间 外面这个门就是去到那个 没丢的那些楼梯 哇 洗衣机在这边 就可以省点空间了 天气好在这边工作 work from home 一流 而且今天已经很舒服了 不会太晒今天 1800尺 1800尺不算这个天台 是下面1800尺 好喜欢 这两个可以避免自己感觉 我是一个城市人 我是比较喜欢 姨姨的面子 好贵 很近我的公司 非常近 5分钟回到公司 是吗 那这边马来度假就好了 好两个都要 都要好了 都要好了 还有 希望 你们哪个朋友喜欢的 等一下就发给我的朋友们 一言为定 谢谢你今天带我看这个房子 可什么气啊 我觉得好酷哦 你要继续的 拍更多的影片 给我们看 但如果你有更好的房子 找我 我们一起再拍片 好不好 希望你喜欢这个影片 让大家也支持一下 Tom的频道的影片 谢谢大家 拜拜